細心攪拌桶裝內的魚兒 臺南市長黃偉哲化身石斑魚飼養員 親自製作愛心早餐 養殖場內從龍膽石斑魚苗培育 成魚養殖以及初級加工行銷 通通一手包辦 一條龍作業模式 就是為了避免外銷困境 在七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有遭遇這樣的困境 後來我們就開始轉型 就是比較針對我們內銷市場 再去做這個不便的處理 因為其實我們島內還是有這一些 高價魚的需求 就一個安全品質的保證 後面的話我是覺得是內銷市場 還是會有機會 中國片面禁止石斑魚輸入 引發基層養殖戶焦慮 其實根據農委會農業署統計 全臺石斑魚養殖戶有兩千戶 但合法納管的養殖場只有四百五十八場 這次禁止輸入爭議 也讓借牌洗魚問題浮上檯面 有活魚搬運業者聲稱 或來自合法的養殖業者 但可能餘量不夠 拿了其他養殖業者的魚混貨 現在漁業署也持續追查當中 只要循著這個生產履歷 就可以知道說 他這些農水產品是合乎政府規定的 相關的國家或是特定的國家 針對特定的產業 把臺灣的農水產品污名化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是一方面要澄清 一方面我們還是要拓展其他的通路 從先前的農產到現在的漁產 一個個都成了中國以正逼傷的藉口 臺灣業者得學著別把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才能降低風險 歡迎新聞成員為劉沛婷 談到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商用桌的電視 接规则 明年 find 極 reef 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